好 大家想端個鐵飯碗就是因為希望收入能夠穩定一點 過個好生活嘛 尤其現在物價這麼貴 但您相信還有一碗50元的牛肉麵嗎 在北部就有這樣的麵店 還有大塊牛肉跟青菜 老闆說20年來都沒有漲過價 滿滿的麵條上豪邁放上牛肉片 淋上濃郁湯頭再加入大把蔥花和酸菜 剛煮好的牛肉麵短上桌冒出真正白煙 但這碗牛肉麵只要50元 你相信嗎 還不錯 它就是價錢也還可以 然後又很大碗 然後吃起來的口感那個麵還滿不錯的 麵店隱藏在巷弄中 在地經營超過20年 卻從沒漲過價 仔細一看 這樣一碗牛肉麵放上4片澳洲牛腱肉 加上滿滿的特製細麵條 只要佛心價50元 甚至比有些泡麵還要便宜 蠻便宜的 然後經濟實惠 它很大碗 逆勢不漲價的 還有這一家 清正湯底放入軟Q刀削麵條 再放上大塊牛肉 同樣只要銅板價65元 肉麵是採用澳洲的牛肉 麵我們都是用定製的一種加常麵 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大家也生活不容易吧 我們可以吃得飽這樣子就好了吧 在地民眾才知道的銅板價牛肉麵 一天就能賣出破百萬 便宜又那個啊 你像牛肉麵它只有65塊啊 外面要140啊 常來吃啊 所以這邊呢 就是口味很刺口吃啊 看來後疫情時代銅板價美食 也成了民眾的小確幸 東森財經新聞李萌珊 中雲苑新北採訪報導 歐洲的小誌 進行財經新聞李萌珊 進行財經文